我是你 我原谅所有不亲爱与 张元琪毕业典礼 张元琪的姐姐亲自来参加 因为之前在小舟村的胖子也来到了西京发展 所以请大家一起吃饭 还将萧涵也请了过来 张元琪的姐姐还特意留了和然旁边的位置给萧涵 韩宇看到萧涵之后也非常的奇怪 不过韩宇并不知道萧涵就是和然喜欢的那个人 和然你想吃啥我给你加 韩宇热情地想要给和然加菜 但是和然拒绝了 不过一旁的丁小然却特意给萧涵加了菜 萧涵想要拿起筷子吃菜 结果被和然把筷子打翻在地 可是一旁的丁小然依然把菜放到萧涵的盘子当中 还一脸气势地看着和然 和然拉住萧涵的手 不让萧涵吃丁小然加的菜 萧涵让和然放手 可是和然拉着就是不放 胖子和张元琪的姐姐为了缓解气氛 便故意转移话题 张元琪的姐姐想要给她喝酒 和然她不喝酒 但是一旁的韩宇称 放心吧小帅哥 这个酒啊都是很低的 喝一点没事的 不过丁小然这个时候 去询问韩宇是不是和然的男朋友 你是和然男朋友吗 我 而且还若有所指的 看向向萧涵 和然拉着萧涵的手就是不松开 萧涵一气之下站起来想要走 可是和然一直拉着萧涵的手 跟着萧涵出来即便是到了外面 和然仍然不松开萧涵的手 萧涵叫和然带到了酒店 然而把和然放到床上之后 萧涵就走了 不过在电梯里看到了一对情侣拿着菊花 萧涵又跑回了房间 此时和然正缩在浴缸旁边 痛苦地哭着 萧涵向和然表明的心迹 两人在酒店住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 和然醒过来之后 忽然病情复发 鼻子出血 而且还掉头发 等萧涵醒过来之后 和然已经不见萧涵看到了床上的头发 开始担忧 到处寻找和然 和然正在难受 恰巧这个时候 母亲打来了电话 和然装作若无其事 接通了电话 还称自己很好 还让母亲找一个爱自己的男人 和然的母亲听到之后 感动地掉下了眼泪 萧涵独自一个人靠着床坐着 拿着和然吃药的药瓶 回想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和然犯病的情况 这才猜到了和然身体可能不太好 病情非常的严重 痛苦地哭了起来 于是 萧涵就找到了韩宇的叔叔 询问和然的情况 萧涵得知和然得的是白血病 而且 16岁的时候就确诊 和然的母亲不放弃 而坚持放疗 才给和然延续了生命 萧涵回来之后 给和然的母亲打了电话 想让和然的母亲 同意由自己去照顾和然 和然正在寝室 突然丁小然进来告诉和然 男朋友过来找她 和然听到之后 起初以为是韩宇 并没有打算出去 结果听丁小然说是 萧涵立马就跑了出去 当和然一脸期待地 跑到楼下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萧涵 便开始四处寻找 这个时候 萧涵在和然的身后出现 抱住了和然 两个人就这样 又一次地和好了 萧涵也开始 履行自己的诺言 准备照顾和然 带着和然到处游玩 和然跟萧涵玩得 也非常的高兴 晚上萧涵带和然 来到了一处比较特殊的房间 坐在里边 正好看到满天的繁星 非常的漂亮 和然询问萧涵 是不是就是带自己来看星星 可是萧涵突然站起来 拉住了和然的手衬 还有更亮的 不过 和然已经非常满足了 而萧涵在拉住和然手的同时 将一颗钻戒 带到了和然的无名纸上 然后单膝跪地 向和然求婚 和然看到之后 激动地掉下了眼泪 萧涵向和然宣读婚礼上的誓言 和然的脸上也带着幸福的笑 两人抱在了一起 萧涵要给和然一个婚礼 和然要和萧涵离开 便和韩宇告别 但韩宇知道 和然要走 询问和然那个男人是谁 当听说是萧涵的时候 韩宇询问和然 为什么要选择萧涵 韩宇不甘心 因为韩宇和和然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拥有十几年的感情 和然结果 却选择了一个临时认识的男人 和然安慰韩宇 还说 韩宇会找到一个更好的 而萧涵是自己的命 很幸运 这辈子能遇到萧涵 机场航班就要起飞了 和然要走韩宇 想要最后抱一次和然 起初 和然并不想 给韩宇这个机会 想要离开 而韩宇也祝福和然 希望和然 一定好好地活下去 两个人都特别地伤心 因为两人都明白 或许这一次的分别以后 再也没有办法见面了 韩宇 痛哭的和然 转过身叫韩宇的名字 终于给了韩宇一次 拥抱自己的机会 萧涵带着和然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好像一只火凤凰 火凤凰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并给和然 穿上了枪足的西服 准备在自己的家乡 迎娶和然 和然和萧涵 躺在了雪地上 终于和然闭上眼睛睡着了 一年之后 和然的母亲 在餐厅吃饭 张元祺来找到和然的母亲 两人见面之后 都有着千言万语 但是每次张口 却都说不出来 最后 张元祺终于说 我一直在等你 说出了那句话 我一直在等你 可是却一直没有等到 和然母亲的回答 萧涵又回到了小舟村 曾经自己住过的房子 恰巧有人购买 萧涵的非洲菊的画 这萧涵才知道 这幅画是多么贵重 我一直在等你